大家好,我是冠玲老師 填塞 咚 今天分享的是在S2季初的一場比賽 這是當時我們大概二十幾連勝的一個組合的套路 我稱之為潮流連線 其目的是在於走位佈局的陰謀 跟實際上你知道我想做什麼卻擋不下來的陽謀合一 也會順便釐清一下當雙方選角的時候 該如何去制定防守策略來取得勝利 面對於這一場的對手藤真赤木加仙道 對手是當時最強的兩隻奪寶角色 我們卻是流川櫻木加上潮騎 可以給各位看一下如何串聯角色的技能連動 讓本來沒有很優勢的球員發揮120%的效果 首先我們在選角的時候 一定要先評估對方所有的攻擊手段 跟所有的變化進攻手段 才能有辦法制定防守配置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就好像你今天去早餐店買早餐 你一定要知道早餐店小姐的年紀 這樣你才會知道到底要叫他阿姨還是姐姐 這非常重要 如果你今天叫錯了 他可能就不開心 不開心可能就會把你的尖角變成黑角 把你的大冰奶變成益生菌 讓你廁所跑不完拉屎拉不停 所以這一場的選角很明顯 藤真仙道跟刺木就是早餐店阿姨 我們一定要摸得透透的才不會落賽 首先先從最簡單的刺木下手 刺木的攻擊手段就是夢幻走步1234 空階灌籃12段沒了 所以在防守的時候 針對刺木我沒有特別研究如何完美防守 因為我懶 還希望如果有專門防守刺木的同學 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在面對刺木的時候 因為我選擇的是櫻木 所以在他使用夢幻走步1234的時候 我前面三段會直接用哼哼防守 最後一段再轉身火鍋 那空階12段我會直接蓋一段 二段就交給後面的人防守 不然就是直接給干擾 反正他進球的機率很低 這樣至少50%以上可以擋住這一球 接下來是藤真 藤真的攻擊手段不外乎就是 左右突破變相跳投 跟後仰 再加上極少機率使用的 接球上籃 最後是接球速投 知道這些之後就非常快速的分析一下 哪些是對位的人需要防守的段數 哪些攻擊是需要補防的段數 我的分配是 藤真的左右變相速投跟接球上籃 都是中鋒補防 而對位球員只需要黏著他 嚴防後仰跟接球速投 這樣分配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想要完美封鎖 藤真的後仰跳投 對位球員是一定要緊貼著 防守緊黏藤真 然而打籃球的各位都知道 當你貼身的時候 就是容易被突破之時 所以你貼得越近 藤真的左右突破變相速投 你就越跟不上 與其讓對位球員去猜測 藤真接下來的動作是什麼 那倒不如直接把他的攻擊方式拆開 一個人專門貼身 中鋒負責左右斜防 這樣防守起來就會非常容易了 最後就是仙道了 仙道的進攻手段 簡單的區分成為後仰跳投系列 包含幻影後仰 原地後仰跟後仰突破的後仰 果凍上籃的一段二段 副角度的一段二段 甲上真傳 不得不說仙道這隻角色是真的強 雖然我沒有玩過仙道 甚至連他的技能我都沒有實際操作過 但是仙道的得分能力 的確是首屈一指的 想要完美的擋下他 我覺得需要三個人同時防守 原因無他 只因為他後仰跳投的抗擾非常的高 一隻高手仙道在他使用後仰跳投的時候 你只給出干擾是遠遠不夠的 十球干擾可能可以進八球 得分機率80%以上是非常誇張的 通常對位球員都是靠防守的預判 在猜他到底是後仰跳投還是後仰突破 只有猜到他真正後仰的時機 你才有機會真正的擋下他的進攻 但是如果是靠猜 那就不能稱為完美的防守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對位球員在他使用後仰的時候 都是直接認定他是後仰去擋下他 那他如果使用後仰突破 這個時候可以補防的中鋒 就要馬上協防到他突破的位置等他 不管他是突破之後的原地跳投 還是第二次的後仰 都必須把他擋下來 而出去協防的後果就是籃下放空城 這時候隊伍的第三個人就要直接跑到籃下 充當中鋒 以防仙道使用果凍上籃第一段取分 而如果這時 當剛剛出來協防的中鋒 發現仙道使用果凍上籃 就必須馬上跑回籃下 補防仙道的第二段上籃 跟預防他傳球給赤木的灌籃 此時此刻在剛剛對位仙道的第一段後仰的球員 必須馬上跑到 賽場的另一側去補防 剛剛隊伍的第三個人所防守的球員 以防仙道分球給該位球員中頭得分 講到這邊只是理論上 趨近完美防守仙道的理論而已 實際上能不能做到還要考慮 隊伍所使用的球員跑速是否來得及補防 火鍋能力是否有辦法阻擋仙道的上籃 更不用提仙道還有刁砖角度的副角度上籃 如果仙道在把中鋒騙出來的情況之下 使用刁砖副角度的一二段拉到另一側上籃 那被騙出來的中鋒是絕對來不及補防另一側的二段上籃 這個時候籃下幫忙補防中鋒的球員就會變得非常尷尬 需要跟仙道猜拳 不管怎樣都至少有50%的機率可以得分 可以讓仙道得分的機率這麼高的原因 全部都是因為他的抗擾進球率真的太高 單純的干擾是完全不夠阻擋他得分的 與其讓他頂著干擾80%的進球機率 倒不如逼迫仙道跟籃下人猜拳 使他進球機率降至50% 當然這都是建立在想要完美防守仙道 我們使用的又只是普通一般球員的前提之下 想克制仙道不外乎兩點 第一使用潮騎或遲上 嚴重干擾降低他後仰投籃的進球機率 因為這兩者都不需要起跳 所以不會有僵直跟不上的問題 第二就是使用阿牧 讓他背負著突破的壓力 只要仙道無法使用後仰突破 騙掉對位的球員 中鋒就無需出來協防 這樣子仙道不管是分球 還是衝進籃下的一二段上籃 或者是他的原地後仰 都是已經有人在防守 這樣就不會面臨被迫猜拳的命運了 那判斷完這些個人角色的能力之後 我們要判斷的就是角色跟角色之間的技能結合 藤真仙道刺目這個組合裡面 能夠組織結合的騎士人物就是仙道或是藤真 先判斷一下 藤真持球時我們要先派一個人防守他的後仰 所以先用掉一個人 左右跳投需要中鋒的斜防 此時使用了兩個人 這時候如果藤真傳球 他是交給中鋒赤木想要灌籃的話 因為他灌籃的速度很慢 所以櫻木的亨亨防守是完全來得及回頭火鍋赤木 所以這就是一手失敗的進攻 那如果此時是傳給仙道 這時候就非常尷尬了 仙道他雖然進攻能力很強 但是他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就是 拿到球的瞬間 他是無法馬上做出第一拍時間點的進攻 他必須先持球一拍 才能夠做出下一步的動作 就因為這僵直的這一拍 就會讓所有的節奏打回原點 讓原本哼哼防守的一幕 可以跑回他本來籃下的位置 不管是要補防仙道的後仰突破原地投籃 還是突破的後仰都來得及 所以我個人認為此組合 由藤真持球發起的分球進攻 實際上是花拳繡腿 沒有辦法做到拉扯空間的效果 原因是因為仙道或者是赤木 進攻都會僵直一拍 使藤真的分球失去效果 接下來討論仙道持球上籃分球的效果 先討論最常見普通的仙道分球模式 因為高手仙道如之前所講 想要完美擋下他的進攻後仰那些 需要分配的人手太多了 就先探討大家最常見的仙道就好 最普通的仙道分球就是果凍上籃跑進來 這個時候的第一段果凍是需要中鋒跳起來防守第一段的 而對位仙道的球員則需要跟在仙道後面防守第二段 這樣就用掉兩個人了 如果是傳給中鋒灌籃 那就是第二段的人需要判斷的反應 這時候如果是仙道傳給藤真 藤真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靠近籃框的接球上籃 這個接球上籃是可以讓對位 藤真的防守球員從後面蓋下來的 這一段進攻並不明智 是屬於偷球的一種 但是如果是仙道從左面上籃 分球給站在中央的藤真 這時候對位藤真的球員他就會非常尷尬了 如之前所講 藤真可以後仰 也可以左右突破變相速投 而對位球員如果要守他的後仰 勢必就要貼著很近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藤真在球場的中央 使用往右突破在變相速投 甩開對位球員的空檔幾率是非常的大 因為這個變相速投理論上來說是要中鋒協防的 但是關鍵來了 在剛剛有說到 以仙道分球為例子 在完美安排防守段數的前提之下 仙道的一段是需要中鋒起跳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中鋒就已經被用掉了 這個時候如果是藤真接到球 馬上又突破變相速投 我個人雖然沒有實測過 但是我幾乎可以肯定 速度慢一點的中鋒 是無法即時協防到這一個由仙道分球出來的變相速投 除非對位藤真的那名防守球員 他提前意識到藤真這球是會突破變相速投 而且這名防守球員還需要擁有高跑速跟極大的火鍋範圍 才有機會一個人擋下這個配合 否則就是空位出手了 所以這一招可以稱之為普通仙道配合藤真的殺招 個人感覺如果有使用這招的敵人出現 那便是極難防守 更別說在面對高手仙道 從第一段後仰跟後仰突破 都需要安排一個人防守的情況了 這邊總結一下我對於戰術跟技能的看法 與我而言各種技能跟技能的組合 例如很多角色的腳上真傳 搭配可能花形的一二段灌籃 或者是普通球員的灌籃 或者是我剛剛提出來的仙道分球給藤真的投籃 這些我都統稱為技能的延伸 他還是單純的只是一招技能 能不能擋下來完全是看雙方玩家的硬實力 操作去比拼反應的 而什麼叫做戰術呢? 我個人認為是要掌控所有的跑位走位 安排一段二段三段的進攻 控制敵人的走位來防守你 創造隊友100%的出手空間 從遊戲分球的第一秒開始 所有的走位都是經過縝密的安排 從而導致進球的結果 今天我要分享的潮流連線的A戰術 希望可以起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讓各位同學去思考如何串聯你們喜歡的角色 打造出專屬於自己的戰術 讓遊戲更加多元化 我直接償換短說的講解 潮流連線A戰術的主要目的跟執行的步驟 此戰術所倚重的是流川風溜底線 單吃跑速慢的中鋒 櫻木可以配合擋拆 跟潮騎的三段轉身位移 配合櫻木的雙擋拆 在我們黑耶穌乘號過去的影片 有許多畫面我們使用這一個A戰術 當時我的主張是要想出一支五種戰術 混合使用讓對手看不懂 我們到底在幹什麼 從而得分 因為再優秀的戰術 當對手知道了你接下來的每一個步驟的時候 那總有被破解的一天 所以虛實交錯的進攻方式才是得分的最主要的關鍵 因為那個時候本來是要去打比賽 所以我才會想說專研出五種戰術 不過後來因為時間因素 我也沒有辦法全心投入思考研究戰術 所以就只制定了AB兩種戰術 分別是3-6秒的區分戰術 跟8-12秒的區分戰術 制定的是非常的細節 連同跑位時間 站什麼位置都是準確的算好的 今天就分享一下A戰術的點位 首先由櫻木持球 在三分線內的一個身位 由潮崎在三分線外的一個身位接球 齒為A點 開始做出第一步接球進攻 這個時候潮崎可以藉由櫻木擋拆 直接投籃或者是虛晃位移至下一個突破轉身點 當潮崎到B點的時候 如果在A的起始點櫻木有擋到一名敵人 這個時候櫻木就會開加速快速前往B點 再幫潮崎擋到第二個敵人 此時B點的潮崎有集中選擇 如果櫻木在兩個點位都擋到人的話 他可以直接轉身出三分線投籃 如果櫻木只擋到一名敵人 另外一名敵人有跟上他的話 他可以轉身出三分線 使用假動作投籃或者直接投籃 跟對手猜拳拼操作 那如果不幸被蓋火過也沒有關係 櫻木此時一定可以馬上撿起地板球 因為潮崎跟封鎖潮崎的人都在天空上面 流川風跟中風都在籃下 而另外一名敵人被櫻木擋在後面 所以此時此刻地板球100%是櫻木的 撿起來再重新組織一波進攻就好 但是在B點的時候還有一種最保險的選擇 那就是當兩名敵人在防守潮崎的時候 此時此刻在籃下 就只有流川風跟一名跑速勝慢的中風單挑 潮崎只要選擇傳球給流川風 流川風馬上溜底線到另一側進攻 跑速慢的中風是絕對跟不上流川風的 必成空位 更何況這時候 櫻木在第二次擋拆完之後 還可以馬上跑到籃底下 實施所謂的第三次擋拆 讓中風更加跟不上流川風的速度 而中風還要猜測 流川風到底是要溜左邊還是溜右邊 所以結論想要擋下這一個戰術進攻 必須緩緩相扣地知道我們所有的步驟 而且預判到我們接下來的動作 一關破解一關 但是哪怕破解到最後一關流川風溜底線的步驟 此時如果只有一名中風在籃下 流川風80%是空位出手 20%才會被干擾到 所以絕對不會有火鍋這個選項 當只要能100%出手 那就有拼籃板的機會 更何況如果中風被迫跟著流川風出去 那誰還能跟櫻木搶籃板呢 所以100%籃板球是我的 哪怕進攻失敗 球沒有投進籃框 也極難發生球圈轉換這件事情 除非中風沒有跟著流川風出去 然後流川風剛好又沒進球 這樣才有機會發生球圈轉換 當然也有同學會想到 那為什麼不派兩名球員在籃下盯著流川風呢 一人左邊一人右邊把它擋住 這個想法當然可以 但是不要忘了流川風是最後一道關卡 如果前面你們就派兩個人守住籃下的流川風 只有一個人防守潮崎的三段轉身 跟櫻木的雙擋拆 這一個人真的有辦法突破櫻木的雙擋拆 然後跟上潮崎嗎 只要有一個環節出錯 那就無法擋下來 如果派兩個人防守潮崎 那就交給流川風單吃中風 這些走位拉扯空間的技巧才是戰術 從櫻木發球站好位置開始 實施擋拆讓潮崎從A點到B點 大約三秒鐘 這個時候流川風只要直直的往籃底下跑 三秒一到 要嘛潮崎轉身出手 要嘛流川風單吃中風得分 是非常難擋下來的 這些細節都是那些所謂的高手 不願意跟各位分享的事情 不管任何遊戲 內行看門道 外行看熱鬧 當你們看到那些看似很神的操作 的背後 其實都是經過整密的計算 而產生的必然的結果 然而這些計算的結果 永遠都是江湖一點絕 說破沒什麼的概念 所以沒有人願意分享 也沒有人願意仔細的教學 生怕自己的絕招跟秘密公開之後 就被破解了 但其實這個風氣是不好的 以競技遊戲來說 如果每個人都願意分享自己所有的經驗 互相成長打磨技術 這樣整體遊戲的水平 競技水平才會節節的提升 精益求精 而不是常識 用著別人不知道的技巧 心中竊喜著對方不知道 而去取巧得勝 這樣就失去了競技的樂趣 今天分享這一個潮流連線A戰術 目的也是希望可以拋磚引玉 讓更多人激發出不同的想法 豐富遊戲性 希望各位同學知道 打從遊戲發球的那一瞬間開始 安排如何走位 如何跑位 站點進攻 控制敵人的防守動態 這才是戰術的真諦 雖然講了一大堆略嫌複雜 但是如果同學們吸收的進去 那無論是對於防守的進步 或者是安排進攻的變化上面 在思考層面上 都會有顯著的提升 如果喜歡我做此類型的 對戰剖析跟教學的風格 那希望各位多幫我留言跟按讚囉 最後緣分訂閱佛系分享 大家掰掰